这只红毛猩猩正带着小孩 在树上捉白蚁 看它这稀疏的毛发 发脂不好还稀疏 一看就营养不良 显然它是想补充一下蛋白质 好拯救一下自己的地中海发型 不过小猩猩看着白蚁 有点下不了口 打算自己去找点吃的 小猩猩一脸的不屑 它想爬到50米高的树顶去 不过很快它就爬不动了 累得抱着树一动不动 猩猩妈妈把它抱了起来 树顶有新鲜美味的水果 能让它饱餐一顿 红毛猩猩是人类的远亲 所以智商也是相当的高 不过随着人类过度砍伐树木 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 已经列为宾威物种 同样生活在这片森林的苏门达拉西 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从体型上看着是一头迷你犀牛 从叫声上听它还是森林歌手 它们依靠叫声寻找伴侣 这么丑蒙丑蒙的动物 为了获取它的皮 在人类的捕杀下已经灭绝 相对于这边森林里面的苏门达拉西 同样生活在马来西亚的金莎 就幸运多了 它们得到了人类的保护 当地政府出台了 禁止捕杀金莎的法律 这些渔民会给金莎投尸 这种新的保护方式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金莎来到这里 种群的数量也在慢慢恢复 源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其实很简单 但是由于人类的欲望 导致很多物种已经灭绝 所以手机屏幕前的观众 抵制动物毛发制品 从你我做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